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亲爱的朋友晚安 我是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 今天一样为你邀请到 目前担任台北市传爱宜兰市喜乐 以及新竹市恩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 郑宏祖来到节目当中 郑医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先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 中医的非药物治疗针灸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特别来提到 是有关医学美容 因为提到针灸 让我们想到的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中医减重 那么还有听过埋针这些的减重方式 那么好不好请郑医师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中医减重分作吃药跟针灸 那现在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埋线 那埋线是埋什么线呢 是埋阳肠线 那这个是取自像西医在缝合手术的时候 他会用羊肠线这样 他把这样的线埋到肚皮 通常是肚皮或大腿 那造成它局部的一些发炎的现象 然后它就会 那个羊肠线会吸收 造成它局部的新陈代谢血流会稍微好一点 然后达到局部减肥的效果这样 那传统以前是用针 有的人是埋针这样 那有埋跟没有埋差在哪里呢 差在说你埋会持续的刺激 但是它的风险就是比较容易造成感染 尤其是皮肤比较不好的 比较敏感的人还蛮容易造成感染的 感染就会有一些风险这样 所以呢 如果你要做针灸埋线呢 或者是说你要留针 这两个因素要小心这样 因为它是异物 外来的东西留在体内 都比较容易有一些感染的现象 造成一些风险这样 那如果你不留针会稍微好一点 那其实减肥需要很多方面配合 然后不只是针灸埋线 或是埋针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样还有需要很多情形来配合 是那说到有关医学美容 想到的是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健康食品 比如说要常常吃综合维他命啊 或者是一些保健食品 对郑医生来说 你会怎么样建议前来就诊的病患 要怎么样去吃 或者是其实不需要去吃这些东西 我觉得很多问题要找到原因 那肥胖有肥胖的原因 你如果常常吃宵夜 你就不要吃宵夜 如果你控制不了你的食物 你就想办法控制 那你如果没有运动 你就去运动 所以要针对原因 有的是病 有的是你的本身的心肥胖代价 或是我的遗传就是容易肥胖的体质 这样 那每一个人的原因不太一样 那每一个人的原因既然不一样 你的做法就要不一样 那当然是吃进去跟你排出来 不管你是排泄废物 然后是大便小便或是排汗 然后跟你吃进去的热量 这个是像营养学的观念 它就会建议你入跟初要感控 就是你热量的控制要很好这样 那房间有很多减肥餐 那要小心 有些我还听过 有些叫你一直吃肉这样 一直吃蛋黄 不要吃淀粉这样 那其实你要找一个你可以可长可久的 不要说我这段时间维持这样的演示 可是一回忤他就腹胖 这样对身体反而不好这样 你要找一个可长可久的 是比较正常的状态下 去做饮食的控制 那运动也是必要 这两个是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那一定是必要的 再再过来就是 如果这样都还剪不下来呢 再来你就要找医师呢 针对你的体质来做一些调整这样 那不是套餐 现在目前医美 很多的医美诊所 都是用套餐 包括西医 包括中医都是一样这样 不管你什么人 什么样的体质去 他就是固定的药这样 那这样通常会有一些 隐藏一些风险 本身如果有一些隐藏性的疾病 例如你有心血管的问题 或是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 那你吃了那些药以后呢 你反而会促进它的新陈代谢 那会造成很大的负责 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要小心 如果当你身体状况越不好 这些医美诊所 你就要非常小心这样 因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现在很多西医的大佬啊 他都会批评说 现在的年轻的医师呢 都要走医美 钱多嘛 然后风险比较小这样 不愿意去走内外富儿科 四大科 都找不到住院医师 在中医慢慢有这个现象 大家都要去走医美 那不愿意好好的去念书 去诊断 去看病 所以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反而不要去做医美 所以这样讲话还是说 如果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 建议呢 还是老话一句 要找专业的医师去看诊 找出你生病的真正的原因 有需要或有必要的话 才进一步去医美 像医美应该是比较偏向 外表的帮助比较多 而事实上对我们身体的状况 其实帮助并不大 刚才特别提到的是 吃一些保健食品 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保健食品 不外乎 比如说市面上 我们买得到的 以及像很多的直销 他们也纷纷推出 很多的保健 天然食品 那针对这个部分 郑医师你怎么看 保健食品我通常都不太建议 除非是医师推荐 比如说你缺什么 比如说你缺什么营养 你就单补充那个营养份就可以了 你不要吃中和的 那你只要一个观念 只要你不对的东西 越多对身体就是囤积 那所以你要针对 你缺的部分去补就好 如果不是医师推荐的 那你去比如说直销或是药房 那尽量不要吃这样 是 所以像综合维他命 也不好 水溶性你吃都排出来 脂溶性它会囤积在身体的内脏器官里面 对很多地方是一个伤害 所以像脂溶性的是指维他命 ADEK 那水溶性 是B群啊 C啊 这些都是水溶性 所以如果特别针对大学生 他们还需要用很多的脑力读书 或是需要体力 会建议服用哪些的健康食品 如果B群跟维他命C这两个 它都有单独的 这样会好一点 而且天然会做 其实从水果蔬菜里面就有 所以如果你有均衡饮食 应该是不太需要另外再补充 大学生或是刚出社会的上班族 他们常常需要长时间使用电脑 那么针对这些长时间使用电脑的 学生和上班族 中医的建议是 远离他 因为眼睛嘛 你看久了就会酸涩 所以你要通常的建议是看远方 看绿色 这样会让眼睛得到休息跟舒服 那一方面就是你打电脑打开 都会造成肩膀酸痛 或是整个腰颈部 就是背部的酸痛 那这个就是你要远离 真的是要远离 每个月但是要远离下去 做做运动 然后去跑跑步 或是让整个全身的肩骨得到舒畅 这样你的酸痛就会得到缓解 是 今天非常感谢郑医师的分享 谢谢郑医师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 那么在这里呢 在家就要先向你道声晚安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空中再相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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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